天氣冷嗖嗖 婆媽早起從市場準備大囤貨 回家避避寒流 煮火鍋 煮火鍋 因為天氣比較冷啊 想說禮拜六大家聚在一起就煮個火鍋 有攤販說觀察到整體買氣增加約兩成 但民眾大多還是觀望 因為需求大增 菜價漲太凶 尤其煮火鍋常用到的葉菜類 像是同好 漲幅很有感 其他像是玉米幾乎翻倍漲 之前一箱六百元 現在要破千 花椰菜也有近兩成漲幅 從一公斤55塊到現在約65 暖身的辣椒 薑 蒜頭 則是微幅成長 農委會保證年節會穩定供貨 讓大家過好年也好過冬 只是往年春節前 肉品 蔬果都會再有一波漲幅 未來價格如何變化 由市場機制決定 只是民眾希望能漲少一些 漲慢一點 TVBS新聞 鄭盛宇品捷 台北傳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